朝鮮的核威脅日益令國際社會不安 而中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一直為外界關注 日前 一名美國官員揭露說 中共一直聲稱的 說服朝鮮放棄核武和導彈計畫 是在對西方國家說謊 據美聯社12月7號報導 美國參議院軍事情報委員會的成員卡頓 在接受採訪時說 一個有核能力的朝鮮能分散外界 對北京不正當行為的注意力 這些不正當行為包括針對美國的經濟戰 在有爭議的南中國海填海建設 和對中國基督徒的殘暴虐待 卡頓分析說 只要朝鮮還是個擁核國家 美國決策者的時間和精力就必須集中在朝鮮 而不是中國 這就是為什麼中共一直兩邊玩弄的目的 他們一方面在公開場合向西方官員放話 另一方面卻不採取措施阻止朝鮮發展核武器